驚險車禍首先來看看這休旅車行進高雄市的三明區 回轉沒有禮讓執行車 當時天雨陸滑害騎士煞不住車當場慘衰 招式駕駛還覺得不甘自己的事情居然直接逃逸 另外新北市的英哥則是機車發生對撞的意外 其中一名騎士買完早餐疑似在趕時間 逆向硬切車道 兩輛車迎面對撞 摩托車直直行 沒想到下一秒才遭逆向車擊落 兩名騎士瞬間喷飛倒地 表情痛苦 不但躺在地上根本爬不起來 飲料全都哗啦啦流出來 兩車猛烈撞機車殼碎滿地 這戶人員趕到場協助送醫 只是騎士怎麼會逆向行駛 原來他買了早餐貪吐方便 整個橫切 理性男子29號早上8點多 騎車經過新北市英哥高職前面去買早餐 早餐到手似乎趕時間直接切近逆向車道 就在這時候眼前一輛機車直直過來 反應不及閃不掉 這一撞双双倒地 雙方駕駛多處查錯傷 走車子為0 違規逆向妙貨 不但害了自己 也害別人 還要被開罰 另外在高雄也有離譜駕駛 休旅車一個迴轉 造成機車騎士殘摔車 天羽露華突然對上休旅車硬是迴轉 騎士看到來不及殺當場側翻倒地 本來以為駕駛會下車關心 沒想到傻眼的是他竟然當沒事開了就跑 騎士重摔 閒些被自己的車壓住 趴起來早就看不到休旅車的車尾燈 事故發生在高一校門口附近 儘管雙方沒有碰撞 不過休旅車駕駛 涉嫌趙逃最高就可開罰9000 不管是騎車還是開車 千萬得守法 小心再小心 否則量貨實在得不償失 既有綜合報道